我叫家樂,是一個商店設計師,是一個木工,同時我是一個爸爸,兩年前個女兒出生,在那時候開始,我覺得工作和家庭是需要有更好的平衡,所以我選擇做自己喜歡的事,和開展了自己的事件。 平時我的工作空間都挺吵的,上車關門就是我最好的會議室,我是我太太和我女兒的司機,每一天都會送他們上學和上班,除了在工作室,我很多時候都會開車到處去,有時都會有點累,Attention Assist會提醒我需要休息的時候。 木工行業在香港消失了20年,我覺得配合了我的設計技巧,是會有新的突破和發展。好的機械設計,必須要可靠和耐用,好像我這部角座機,已經運作了超過50年。 雖然我已經進入了這一行,但是不努力都一定不會成功。 就好像香港的泊車位一樣,泊到車都不一定落到車。 我選擇工具要求都很高,好像這一套作一樣,鋼材和工藝都是頂級的水準。 我做的每一件傢伙都是獨一無二的。每一件作品、木紋和質感都是不一樣。 完成作品之後,運送是很重要的事。 用安全無瑕疵地送到客人手上,FITTO的避震設定很適合我的要求。 尾箱還有冷氣送風,木松和作品不會因為濕度、溫度極大的改變而變形。 傢伙的設計就是要適合和配合人的生活。 FITTO的設計就正正配合到我的工作和生活。 FITTO的設計是很重要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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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轉換身份之後,一樣是一輛非常好的家庭車。 我的女兒叫日翹。 希望她生活得飄逸,可以追逐她自己的夢想。 多謝爸爸。 FITTO的設計是在那裡。 FITTO的設計是在內地。 FITTO的設計是否,